素处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是来给犯人送饭的 段哥让我出来买两包烟 正好 我有事要出去 你把这个 交给那个被勘押的犯人 记住 除了他本人 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看见 是啊 段哥 爷 谢谢啊 段哥 素处让把这个信封交给里面被勘押的犯人 素处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就刚才 在门口碰上的 他为什么不上来 不知道 他好像特着急 把信封交给我 匆匆忙忙的就走了 行 我知道了 你能先回去吧 哎 素处交代过 这个信封里面的内容 除了被勘押的犯人 其他任何人都不能看 知道了 什么玩意儿 打开看看你就知道了 打开看看你就知道了 我要去厕所 来大号 懒鱼上墨 快点啊 快点啊 没什么情况啊 没有 人的 老朱 老朱 座座 座座 是人的 上厕所了 我能和睦睦看着呢 这是什么 这是您刚才要交给他的啊 我什么时候要交给他的 就刚刚 温暖给我的 是我您吩咐的 里边东西不能让任何人看见 他就是看了这个 才搁单净度买自杀的吗 是 那这个照片里还加的什么 其他的东西吗 让技术科见经过了 是一张最普通的照片 用数码降机拍的 这照片是谁带进来的 就是您上午打电话 他让招进来那个小毛丫头 温暖 是他 他哪儿来的照片呢 他说 是我交给他的 我都跟你们说了多少遍 是肃处长他亲手交给我的 可是我们有很多人都可以证明 在你说的时间 宿处并不在看出所附近 那难不成大白天我见鬼了吗 你自己相信吗 我说的都是这话 信不信有你 他把信封交给你的时候 有没有其他人在场 没有 真的没有 你见到的宿处 跟平时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总共见过他两回 没什么不一样 就是说话事好像有点怪怪的 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他说 让我把信封交给被看押的犯人 除了那个犯人 不许任何人在看的 就这些 就这些 说完他就走了 他是怎么走的 他顺着原路走回去的 不是说话 我觉得你们应该去问问诉处 看看是不是有个孪生兄弟 跟他长得一模一样 还真长得跟我挺像的啊 个儿比你矮一点 肩膀也比你窄 不过不细看 还真看不出来 找到这个人的正面 其他的监视器录像呢 没有 没有 开车所附近不是都有监视器吗 这个人的行动路线设计得相当好 每一步都在监视器的死角里 就这一个摄像头拍到了东西 其他的镜头里都没出现了 火急证人呢 还在调查 目前还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目击证人 易容 是 而且模仿得很像 我分析 他原先是可能想混进来 找机会灭口 正好碰上那个新招来的小丫头 把他给认出来 结果被对方利用 钻了控制 想灭口 易容这种极端的手段 这些年来已经很少发生了 看来吕东掌握的情况有可能是真实 你马上通知导弹基地的保卫部门 让他们对自己的内部进行开查 严防有人来搞破坏 对吕东的身份背景要继续查清楚 是 易容者的身份要尽快地查清楚 我看 九成事故的老相识 陈军 出了这么大的事故 首先我有责任 但是 对于这温暖 你看怎么处理 我觉得吧 这孩子不太适合做这行 而 喂 喂 宿主 那芯片里装的文件已经紧密了 可能是我们军工单位 最新技术实验的数据资料 让让好不好 哎 怎么样 好多了 心跳血压都正常 至于身体真结实 才输了两天一夜 面子就好多了 睡得跟我们家小狗似的 好啊 那是 好啊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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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